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频道 我是雷 自从去年优衣库和芬兰品牌 Marley Mako恢复了联名款合作系列 几次在日本发售的联名款呢 销售情况也都是有好有坏 接着去年秋冬第一次恢复之后的联名款系列呢 大部分呢都是以印花的黑白色为主色调 所以呢在日本销售情况还是不错 还蛮受日本人欢迎的 但是呢今年的春夏呢 因为呢大部分的这种花卉图案呢 都是以非常鲜艳的颜色为主色调 所以呢在日本的销售情况 我觉得应该是优衣库联名史上的 真的可以排名第一第二的惨淡的 因为很多产品它哪怕是降价了之后呢 还有很多库存 直到最后已经降到几乎底值的话呢 部分产品呢还是有很多库存 可见呢这种非常鲜艳的颜色 花卉图案呢真的 在日本呢可能不是很受大家欢迎 那Marley Mako这个品牌 其实在日本呢还是有一定的受欢迎程度 就喜欢的人会非常喜欢 就整身都是这种花卉的图案 但是可能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还是不能够接受这么夸张 这么鲜艳的一个花卉图案 揣在身上或者说是放在包包上面 那今年的秋冬联名款系列又要来了 那看了一下整体的一个一些模特的图 还有海豹的图单品的图呢 就会发觉大部分呢还是以一些基础色为主 目前为止感觉好像还是不错的 那今天就来和我一起体现看一下 这次联名款系列吧 那这次2014年秋冬 优衣库和Marley Mako联名款系列 在日本的正式发售时间呢 是11月1号周五 整体的一个设计灵感呢 源于北欧的自然风貌 比如说秋天的这种落叶枫叶啊 还有这种扑面而来的这种气息 置身于芬兰的大森林里 享受的一份静谧和惬意 虽然Marley Mako呢 是以非常夸张鲜艳的这种印花为特色 但是呢这次的设计呢 把这些复杂的这种印花呢 融入了非常基础的这种米白色 深蓝色 再加上一些枫叶的这种橘色 作为点缀 把花花绿绿的这种Marley Mako呢 融入了优衣库非常基础 百搭的这种风格 造就这次联名款系列 还有就是之前 因为优衣库和JDB的联名款系列 当中它的一个面量的非常的差 所以让我这次也特别关注 就是和Marley Mako联名款系列的单品 看了一下呢 大部分的含毛量都是还是不错的 而且呢保暖程度也是非常好的 所以呢对这次的一个联名款系列 还是蛮期待的 那接下来呢按照老规矩 就和我一起去看一下 这次的联名款系列 每件单品的细节部分吧 那Marley Mako联名款系列呢 每次都是分为女款和小孩款 所以呢做亲子搭配呢 也是非常不错的 那首先呢让我们来看一下 女款的部分 女款呢第一件单品呢 是一个姚丽荣的开衫外套 那姚丽荣呢 其实也是优衣库基础单款当中 一个非常有名 也非常有人气的单品 那这次呢加入了Marley Mako的印花图案 一共出了黑白两个非常基础的颜色 那它的特点就是在 衣服的这个胸口这边有一个小口袋 然后上面有这种石头的小印花 然后呢内衬呢 也是石头的印花 非常的可爱 那这个石头花纹呢 其实是去年优衣库和Marley Mako 联名款系列当中出现的一个花纹 和非常经典夸张的Marley Mako的花纹相比呢 其实算是蛮低调的 那这次呢放在这个姚丽荣的外套上呢 我觉得既有这个联名款的设计 元素存在 而且呢又非常的实用 百搭的一件单品 那它出了两个颜色 我觉得黑色那个呢 可能因为花纹呢会更加的明显 所以呢更加有特色吧 那白色的话呢会显得太过于低调 反而看不清楚到底是什么花纹 所以如果说要选择两个哪个的话呢 我更加推荐黑色 那从价格上来看呢 我觉得还算是蛮好入手的 我感觉它和就是 由于古技术馆当中 这种一般的这种开山差不多的价格 所以呢我可能怀疑它可能会不会会太薄 需要看到食物之后做一下验证 另外呢第二件单品呢 是一个圆领的羊毛上衣 百分之一百的纯羊毛材质呢 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它把非常夸张的这种大自然的花卉图案呢 放在了非常基础的颜色上面 所以呢我觉得一般人也是非常好驾驭 也非常的实用耐穿的 一共出了三个颜色 米白色 深蓝色 以及深灰色 从颜色上来看呢 我觉得那个米白色最不推荐 因为它会让这个印花显得非常低调 根本就看不清楚 加上呢看模特上升效果呢 有点显胖 可能是因为就是白色 又加上这种非常膨胀的这种花卉图案 会让整体效果有一些 就是显胖的一个不好的地方吧 那还有一个深灰色呢 我觉得虽然很百搭 而且呢也很好驾驭 但是呢就是这个深灰色 配上这种非常夸张这种花卉呢 反而有点显老气 可能会比较挑人 那还有一个深蓝色呢 我觉得颜色上既百搭 而且又特别 加上这个蓝色 配上这个印花呢 还是蛮不错的 蓝色系呢 给人一种非常有活力的感觉 最推荐就是这个深蓝色 那衣服的版型呢 是属于基础款的 就既不是oversize 也不是那种贴式的 就很正常的 那衣服的长度呢 也是正常偏短款吧 所以我觉得搭配方面 可能更加适合搭配裙子吧 那它呢也出了同款的小短裙 就材质啊 面料啊 图案和毛衣呢 是一模一样的 我觉得成套搭配的 也是非常不错的 那成套搭配的这个裙子呢 它的一个版型 是属于A-line的 但是呢 它是迷你的小短裙 而且每个尺寸 它的一个裙子长度 竟然都是一样 就除了腰身啊 可能臀尾这边 会有些变化 但是裙子的长度呢 都是一模一样的 可能就是为突出 小短裙的一个关系 如果说要整套搭配的话呢 还是最推荐那个深蓝色 因为不管是 从圆领毛衣 还是从下半身的迷你裙呢 这个深蓝色呢 真的非常的不错 那这个小短裙 我觉得单独看的 真的很一般 很普通 如果说你真的要买的话呢 我真的觉得 你成套上衣和小短裙一起买 然后成套搭配呢 才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下一个女款单品呢 是一个HITEC技术的内搭 这个呢 去年也出过 只不过今年出了 三个不一样的花纹 那我去年买的呢 是这件黑色的一个 一圈圈的小图案 还蛮复杂 但是因为它是黑色嘛 所以还是蛮好搭的吧 在某种意义上 那今年呢 第一个呢 出的是一个 就是和刚才毛衣一样的 这种非常夸张的 这种花卉的图案 是一个橘色的 就觉得颜色有些夸张 图案呢 也有些复杂 我觉得还是蛮难搭的 还蛮挑人的 那另一个呢 是去年也出过的 这种石头花纹的一个图案 出了黑色和白色 那它的这个石头的圆圈呢 可能比去年出的 要稍微再小一点 就去年它出了大石头 今年出了这种 偏中等的一个大小 所以会有不一样的一个风格 但是整体呢 都是属于非常百搭石穿的 那第三个图案呢 是一个类似于这种 蜂窝状的 很密集的一个图案 那它是一个深蓝色 我觉得可能会 过于密集复杂 我自己不是特别喜欢 虽然我去年 其实买的这个 也挺复杂的 但是它这个黑白搭配 有那种 就是白色的间隙嘛 我觉得还可以吧 那那个蜂窝状的 我真的觉得 那这个大家就是凭自己的喜欢 去购买那个花色 那和去年一样 就是它这次出的这个HeatTech呢 它是在这个保暖等级里面 是最基础的 但是呢 因为它这个内搭和去年 是一样 是这种就是微容的一个质感 所以呢 你上升呢 还是蛮舒服的 那大家挑选自己喜欢的颜色 喜欢的花色就可以了 那从购买上来说呢 我觉得如果说你追求性价比的话 那真的还蛮适合在优惠价格 或者说它降价的时候 选择购入喜欢的花色 但是如果说 非常喜欢某个花色 比如说像我一样 喜欢这个图案 所以呢 就直接在原价的时候 就购入了早买早享受嘛 虽然其实它在今年 就把去年这个 卖不掉之后 库存又拿出来 然后那价格呢 就是会降价很便宜 还蛮划算 但是呢 我去年早买早享受 也蛮不错的 下一件女款单品呢 它是一个羊毛的 针织脸衣裙 那100%的纯羊毛 也是非常保暖和舒适的 那和刚才分享的 这种圆领毛衣笔呢 它的一个织法呢 会更加的细 更加的紧实 所以我觉得上身之后呢 应该是很丝滑的那种感觉 这条连衣裙的图案呢 是去年在袜子当中 出现过这种 类似于波浪文的图案 也蛮简单 但是呢 还蛮可爱的 一共出了三个颜色 米白色 深灰色 以及深蓝色 颜色方面和毛衣一样 那个米白色呢 最不推荐 因为太淡了 反而没有什么特色 看不太清楚 而且也容易弄脏 那深灰色和深蓝色呢 都是非常百搭基础 而且呢 加了一点 马里梅库的元素在里面呢 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都可以考虑 那裙子的长度呢 也是非常合适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模特上身是1米74 然后上身M的尺寸 差不多到膝盖左右 所以我觉得我们一般 普通人差不多 1米6到1米65左右的话呢 完全不会觉得太短 或者太长的一个感觉 也不会压身高 那它不同的尺码呢 裙子的长度 也是会有些变化的 我觉得这点还是蛮友好的 不像刚才那条迷你短裙 它所有的尺寸 都是一样的长度 这个就有些就是在搭配方面 可能不太好 那像这个的话呢 会调节一定的长度 还是蛮友好的 但是关于这种 就是羊毛的连衣裙来说呢 它的一个厚薄程度 也是我比较在意的一点 因为有时候太薄的话呢 可能会没有什么安全感 所以呢 需要看到食物之后再做决定 但是从价格方面呢 我觉得应该不会太薄 但是也不会太厚吧 可能就是属于一般正常的 这种真织连衣裙的感觉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女款的配件部分 出的种类也是蛮多的 首先呢 是两顶尼龙材质的 里面呢米白色 它的内衬呢 是就是我们枫叶的 一个样子的这种图案 然后呢外面呢 是就是米白色的纯色 然后黑色的话呢 里边的内衬呢 是黑色纯黑色 外面呢是就是我们 圆的这种石头状的 一个花纹 我觉得也蛮可爱的 那这个帽子呢 它的当中都有加这种棉 所以呢 比起一般普通的尼龙帽 它可能来的更加蓬蓬的 更加的厚实吧 但是呢 从款型上来看呢 不属于那种时尚类的这种帽子 就是很普通的这种 户外运动的尼龙的这种 余副帽 所以呢就是 从时尚搭配角度 或者说是好看的角度来说呢 并不是很推荐 加上比它好看 比它使用的帽子 也有很多 并不一定要就是买这顶帽子 所以呢购买度呢 真的很低 下一个配件呢是围巾 一看图片呢 就感觉好温暖可爱 而且呢又非常的实用 那这款围巾呢 其实在去年 优衣库的基础馆当中 有出过同样的一个设计 那这次呢 把Marimaco非常夸张的 这种印花图案呢 印在了这款基础的围巾上面 就觉得还更加的可爱 更加的有特色 首先呢 它里边是有这种填充物的 所以呢整体会更加的蓬松柔软 但是又很轻 所以呢不会有什么分量感 然后呢 它的一个内衬 就是贴着我们脖子内面呢 是那种毛绒感 所以呢会更加的温暖和舒服 然后表面的话呢 就那种非常丝滑的这种尼龙感 就跟我们这种冬天 这种羽绒服还蛮类似的 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巧思 也是我看了图片之后才知道 就是这款围巾它是可以 把它折叠成一小个方块 随身携带的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然后你戴的时候呢 也是把它就挂在脖子上面 然后从一个 它给你开的一个开口里边 放进去就可以了 所以非常的方便 也非常的实用 那这款围巾 颜色方面一共出了四款 第一款呢 是一个白色落叶款 我觉得这个落叶会非常的密集 反正我不是特别喜欢 加上白色又真的很不耐脏 所以呢最不推荐这个颜色 那第二款呢 是一个橘色的花卉图案 嗯花卉呢也是非常夸张 颜色呢也是非常的跳的 我觉得嗯 非常之道虽然不是很百搭 但是如果说你喜欢这个橘色的话呢 真的还蛮提气色的 很有活力 嗯会有一些些挑人吧 然后另外一个黑色的话呢 是一个黑色的波浪纹 嗯 既基础百搭 而且非常的实用吧 而且很耐脏 嗯也是蛮推荐的 最后一款呢 是一个黑色白色深蓝色 波浪纹的一个结合 也是我最推荐最喜欢的颜色 就感觉很可爱 还有那种北欧的风格 嗯然后呢 就是和刚才分享的 这种圆领的毛衣 然后迷你裙成套搭配 深蓝色系的组合呢 真的非常的可爱 很推荐 下一个配件呢 是玛丽麦库 联名款系列当中的一个包包 那去年秋冬的话呢 它出的是一款 有一户基础款当中 非常有人气的饺子包上面呢 配上了玛丽麦库的印花图案 那这次的包包呢 把玛丽麦库的印花图案呢 放在了U系列当中 去年非常火爆的一款 抽神的包包上面 我觉得也是可以设计时间 互相采用嘛 反正都是服务同一个品牌 优衣库的 所以呢 大家互相借鉴也是不错的 从颜色图案方面 一共出了两款 石头花纹和非常夸张的 种花卉图案 那相比一看呢 会发现石头花纹的 黑色白色两款呢 会非常的低调百搭 那另外一款花卉图案 深蓝色和橘色呢 就会更加的玛丽麦库 我自己呢 还是更加喜欢这一款 花卉图案当中的深蓝色呢 给我感觉有点像那种涂鸦式 因为它把这个花卉用黑色的 很粗的线条来描述 然后那个橘色的话呢 非常的亮眼 给人非常威吸 满满的一个活力感吧 那我觉得像这种 比较夸张图案 或者说颜色的话呢 放在配件上面呢 会更加的实用吧 因为就是你不会像衣服一样 面积很大 放在小小这种配件上呢 会更加的让人觉得 它的一个小巧和可爱 那这四个包里边呢 我还是最喜欢那个深蓝色 我会发现 这次所有的单品当中 那个深蓝色 不管是毛衣啊 连衣裙啊 还是一些配件 深蓝色真的很不错 因为它既百大 而且又特别 那非常夸张的 这种花卉放在深蓝色上 也是非常的合理的 而且很实用百搭 那黑色或者白色的话呢 反而显得太过于低调 没有什么特色 就是不太像 玛丽美科的一个感觉 所以你既要百搭实用 又要突出 玛丽美科的风格 这个深蓝色呢 真的是不二的选择 那关于这个包的 一个大小的话呢 看模特上手的一个效果 我觉得应该是 U-Share当中那款 非常标准的尺寸 因为去年呢 它还出了一个迷你的尺寸 我也买了 就是这个 买了一个酒红色的 我觉得如果说 非常可爱的这种花卉图案 如果放在这种 迷你尺寸的包包上呢 可能会更加的可爱 我会更加喜欢吧 可惜至此没有 我就觉得它如果 出一个标志时 然后再出一个迷你尺寸 会更加的受欢迎吧 那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呢 可以去上身试一下 因为这个迷你的话呢 真的会更加的可爱 像我1米65的身高 背这种迷你的话呢 也不会觉得太小 那我觉得这个大号的话呢 可能会更加的实用耐装吧 反正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 那最后一个配件呢 是袜子 也是我非常推荐的单品 那去年的话呢 就是因为 玛丽美国秋冬 推出这个袜子 让我非常喜欢 所以呢 我完全放弃了 JW Anderson的 一个联名款的袜子 但是今年的话呢 其实我之前刚买过 JW Anderson的联名款袜子 因为觉得 一种机款还是不错的 那玛丽美国看了这次的袜子呢 也是非常的喜欢 又要忍不住买了 那这次呢 一共出了两款袜子 一款呢 是普通长度的 这种非常夸张的 花卉图案的一个袜子 那我觉得 其中那个橘色 就是放在这种配件上面 小面积的话呢 真的还蛮可爱的 另一款呢 是一个波浪纹图案的 一个长款的袜子 那去年这个波浪纹呢 把它放在正常长度的袜子上 今年呢 把它放在这种长款的 用来搭配裙子 我觉得非常不错 但是如果说 你不想拉那么长 你就买这一款 然后呢 把它稍微放下来点 我觉得也是非常可爱的 那我觉得这个波浪图案呢 可能会比刚刚那个花卉图案呢 更加的实用和百搭吧 那第二部分 让我们来看一下 小孩子的单品 虽然种类不是很多 但是呢都是非常可爱的 只不过设计方面 可能更加偏向于女孩吧 男孩的可穿的单品呢 并不是特别多 那而且呢 它可以和大人做亲子搭配 我觉得真的还蛮不错的 小孩子的第一款单品呢 也是一个姚立荣的开山外套 和大人的设计呢 一模一样 只不过小孩子出的颜色呢 一个和大人一样米白色 还有一个呢 是一个深蓝色 我觉得比大人的那件黑色的话呢 来的更加的好看 因为黑色会觉得 好像挺一般挺无聊的 那深蓝色 藏性色的话呢 会更加的特别显年轻 在图案方面呢 小孩子款的呢 它的一个内衬 以及小口袋的图案呢 是一个花卉的图案 像大人的话呢 是圆的 这种石头的图案 有些不一样 那看一下它的尺寸 小孩子最大的尺寸 160公分 它的衣长啊 袖长啊 还有宽度什么的 我觉得我可以勉强穿上 所以如果说我穿得上的话呢 我可能会选择小孩子 那款深蓝色 图案又可爱 而且很百搭 加上呢 它价格呢 还会比大人便宜一点 从性价比上呢 也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有一点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 就是这种外套嘛 所以呢 像我选择外套 一般都会选择 偏大一点 oversize风的 但是如果说 你想要穿这件小孩的话 除非你真的跟小孩子 身材一样 很小很瘦 一般像我们正常人 如果说穿得上 小孩子的款 但是呢 绝对达不到那种 oversize的这种效果 这点呢 需要大家注意的 那这件外套 我觉得不管是男孩 还是女孩 都是可以穿的 穿上去就感觉像那种 芬兰那边 北欧风格的这种小孩子 还蛮可爱 很特别 小孩子的第二款单品呢 是一个姚立荣的 脸衣裙 除了米白色和深蓝色 那图案呢 也是非常夸张 这种花卉图案 但是放在非常基础 颜色上呢 就觉得还不错 很百搭 那姚立荣的质感呢 上升也是非常舒服的 那我觉得这款单品 就是小孩子穿的 还蛮可爱 但是如果说大人 你即使穿得上 他的尺寸 但是会感觉 好像有点 像穿睡衣啊 居家服的一个感觉 但是在家穿 购买建议呢 我觉得是一件 可有可无的单品吧 如果说你真的非常喜欢 想给你的小孩子穿的话 那真的还蛮可爱的 但是呢 可以趁降价的时候 购乱也是一个 非常不错的选择 接下来看一下 小孩子的配件部分 一个呢 是一个绒线帽 还有9%的毛的成分 加上它有HeatTech技术 所以保暖成分度呢 也是非常不错的 那出了两个图案 一个呢 是波浪纹的 然后呢 还有一个是 落叶的这种圆形的图案 都是非常可爱的 那我觉得 光看这个单品本身呢 会觉得还蛮普通的 如果说你要购买的话呢 就是成套搭配的话呢 会更加的效果不错 小孩子的另外一个配件呢 就是袜子了 一共出了两个颜色 橘色和深蓝色 那它的特点就是 一个袜子的 就是它的一个正面和反面 就前后是不一样的一个花色 我觉得也蛮可爱的 然后尺寸呢 出到了我们大人 女生可以穿的24码左右 所以呢 和小孩子一起配套穿呢 做亲子搭配也是非常不错的 也是采用了HeatTech技术 保暖成分度也是不错的 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 2024年秋冬优衣库和 玛丽美国联名款系列 每个单品的细节部分了 那大家感觉怎么样呢 有没有你喜欢的单品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 那我呢 也是觉得这次的 整体的一个效果 不管是从面料啊 配色啊 还有整体的一个设计风格呢 都是非常不错 而且定价呢 也是我觉得还蛮合理的 就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 那不知道 优衣库是不是吸取了 今年春夏 玛丽美国颜色过于鲜艳 而销售情况 非常惨淡的一个教训 这次呢 还是选择 把非常大胆夸张的这种印花呢 选择在基础的这种颜色上去表现 这样的话呢 可能会更受大家欢迎 也更容易去搭配和实用吧 那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的呢 那今天分享就到这里啦 希望大家看的开心 也希望我的分享 能够给你们在购买之前 有一些小小的帮助和参考 那如果说喜欢今天的分享内容 记得给我点个赞哦 那我的视频呢 回去去分享更多 我在穿搭方面的感想 还有我的优衣库分享主题 联名款的提前看的内容分享 那如果说喜欢我的风格 喜欢我的频道 记得订阅哦 好 最后祝你们身体健康 每天好心情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